在央视热播的现实题材电视剧 《人世间》是以吉林为主要去景地拍摄的 剧中有这样一段场景 周炳空和光明坐在电影院门前聊天 这里正是坐落于长春电影制片厂老场区的长影旧职博物馆 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 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 这当两口 一人一道 长影旧职博物馆是长影集团 在完整保留1937年圆满硬建筑的基础上 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分成的 占地面积46137平方米 通过文物保存 艺术展览 电影互动等形式 展现了大量显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和历史史料 是记录长春电影制片厂发任进展繁荣变迁的艺术殿堂 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45年 是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 累积创作拍摄意志扩展影片3300多部 用荧幕故事伴随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 长春电影制片厂不仅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也是广大影迷和游客来到长春必打卡的吉林省重要文化地标 长影就职博物馆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4AT旅游景区 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旅游基地 博物馆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电影艺术的创业史和发展史 全面展现了长颖几十年的历史文化成就 会论区的创业史文化成就 就 stay where to be 这些怎么样的人 噶 好 好 词